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日 今天是星期四 最近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昨天也有一宗大事件爆發出來 就是 劉遠 召集這些 紅二代 集體反對習近平 甚至乎 軍隊也可能會參與 有可能會爆發一場軍事 政變 中共在現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 黨裏面 反對習近平的聲音越來越大 這個跟中共體制有聯繫的學者袁紅冰 他1月3日在台灣的自由時報發表文章 就說 中共體制裏面有良知的人士 報料 說以劉遠 即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 為核心的紅二代 已經達成了共識 他們指責習近平上台10年 徹底背叛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倒退回文革時期的路線 最嚴重的是習近平 推動戰時體制 準備發動台海戰爭 第二 是習近平摧毀中共民主集中制 經濟民生惡化 社會危機一足跡法 對外就搞戰狼外交 中國在發達國家體系 已經成為了世界公敵 第三 提出了改造中共 轉化為中國社會民主黨 這是劉遠他們的主張 但究竟是不是劉遠主張 還是黨裏面有些比較開明派主張呢 我們一會兒再跟大家分析 他說 應該中共要放棄武力威嚇台灣 而且要改善 跟外國的關係 這篇文章是這麼說的 參與反習聯署的紅二代 包括 牽頭人 劉遠 鄧小平的兒子鄧撲方 即是逼了那個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 胡雲的兒子陳元 馬曉力 羅點點 賀龍 葉劍英 徐向前 聶榮津 等等的子女 當然也包括薄一波的子女 當然不算薄熙來 因為薄熙來正在坐牢 劉遠曾經 做過軍事學院的政委 總後勤部的政委 當時習近平剛剛上台 還是權力未穩 而且也有徐才口郭伯鴻兩隻大老虎 所以 他要倚仗 這個國家主席 之子的身份的劉遠 幫他在軍裏面 擺平這班人 結果 他就 搞定了 幫習近平 除去了 除了 除了口郭伯鴻 拉攏軍隊的人 幫他 結果 想著他十九大 會上升做軍委副主席 甚至乎入軍委 結果 15年 他當時也未夠退休年齡 就 叫他去了一個閒職 入了人大財經委 因為當時 習近平是很遭忌他的身份 因為他老爸 劉少奇 比習仲勳高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習仲勳 其實從來都無法進入權力核心 原因就是他跟著西北軍 西北軍本身 陝西的根據地就是他們創立的 毛澤東來 一個不小心就立了他 他們甚至乎 如果你用水戶轉 來做 比喻 習仲勳就是白衣壽視王倫 或者是梁新的舊一派的勢力 然後宋江朝蓋等來 一來到就奪權 搶了這個大衛 當然他沒有殺習仲勳 還留下他 但是 殺了劉志丹 袁紅兵 爆料 就說 因為劉元對他威脅很大 因為他的老爸級數高 比他高很多 所以 在軍隊裏面 在整個政界裏面 他也是 利用的 利用完 當然是 用完職器啦 袁紅兵說 一批被習近平視為深福的將領 也參加了聯署 所以他 對於火箭軍和國防部長李尚福的整肅就是這個證明了 當然李尚福是否真的走路呢 現在也不知道 我們也是 覺得應該是沒有走路的 袁紅兵表示 這次反習行動 是習近平上台以來遭到最大的政治危機 他的火山口即將爆發 如果他效法毛澤東 對這批紅二代再次實施政治迫害的話 很大機會點燭這班 黨裏面 反習的怒火 習近平有機會是玩火自焚的 而習近平 會在這場大危機之中失勢 也是中共 今年面對的一個極大的黑天鵝 當然 袁紅兵沒有說明這次 連署行動是何時發起 不過23年11月1日 劉元曾經發表了一篇紀念劉少奇名鄧的文章 提到劉少奇強調民主集中制 亦反對個人的專制主義 鄧小平時期的規矩 就是 不搞一言堂 不搞家長制 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這篇文章很明顯就是針對習近平 現在搞個人獨裁的批評 消息認為這個消息有可能是真的 一方面 習近平已經將中國帶入了絕路 另一方面 任何人 反對習近平都會被整肅 被消滅 唯有公開反對他 才令習近平 不能入手 因為我們想告訴大家 曾經有個 陳毅元帥的兒子 陳小老 當時他在一個私人場合喝醉酒 就說 習近平這個人養不熟 我們要搞他下來 結果 沒多久 陳小老 就是心臟病發 心機梗塞而死 這個情況 他的死法 跟李克強是一模一樣的 究竟他是不是被習近平毒死呢 外面坊間一直在傳 陳小老 因為這句說話 令習近平對他痛下殺手 另一方面 又有兩則消息 第一則消息 就是胡錦濤的兒子升官 一直 在浙江荔水當書記 胡海鋒 一直以來都是沒甚麼了道的 最近消息說胡海鋒已經回到北京 準備升任民政部副部長 起碼都是副部級 大陸傳出的消息就是習近平 為了 壓制紅二代的反對 他 最近 想起 不如我們找一些團派 來抗衡他們 首先 早幾個月就找任團派的胡春華 訪問 馬達加斯加 去慶祝馬達加斯加的總統就職 他的身份就是 習近平的特使身份 這些事情正常外交就應該找國家副主席做啦 韓正去做的 結果就找到胡春華 目的 有一點點冷落的意思 第二件事 就是胡海鋒 胡海鋒 升職了 然後升上來就去北京做官 這個也可能是想要拘捕團派 之前是想要拘捕團派的 現在又拘捕了 另外 就是 溫家寶的女婿 最近也升了官 從這方面可以看到 溫家寶的女婿也是用來構成團派 胡錦濤的兒子也說升官 然後胡春華也說被委員重任 實際上也不是委員重任 叫做 哄回團派 密謀利用團派去平衡 現在的紅二代 太子當對他的壓力 究竟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我們作出一個分析 早在11月的時候 當時 我們也跟大家報導過 劉元 的確是召集了一大批的人 當時除了 十大元帥的子女之外 還有 毛澤東 的孫 還有 朱德 的孫 還有周恩來的侄 這些全部都是 當時最頂級的 領導人 毛周朱的後代 再加上 鄧小平的兒子 胡耀邦的兒子等等 這些人全部 一起出來 搞這個會 這個會 首先以紀念他父親為名 習近平你又不能反對 也不能出面反對 人家很正常 他是前國家主席的兒子 去悼念他父親的名單 那麼你沒辦法不悼念 這件事 當時我們也有收到消息 傳出他們 私底下搞大串連 意圖 希望組織一個力量去抗衡習近平 甚至乎 已經在搞秘密聯署了 現在的消息傳出來 這件事 我覺得有機會是真的 當然你說是不是百分百也不敢說 因為大家知道 紅二代太子黨 以及胡錦濤好 即使是溫家寶 也是受到 嚴密的監視 甚至乎 可能是 進入軟禁的模式 即是說 他們很多東西都是被人 嚴密地監控 任何地方都要向組織申請 你知道 中共很多東西都是要組織申請的 要向退休辦 即是退休幹部的辦公室 申請 我去哪裡 打電話 也會被人監聽 所以 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他們學習當時的鄧小平和葉劍益 找子女 因為他老爸 見子女 你不可能是偷聽他的 他只能 老爸透過兒子或孫子 去外面做活動 當然你說這個有沒有機會呢 不是零機會 是有的 因為 他們的子女 怎樣 也不會說 百分百去監視他的 怎樣也會有點凍凍辣辣辣 他們出去吃飯 他們或是出去 看一場戲 難道又是監視他嗎 監視不了太多人 這個我覺得 有可能是透過 子女 孫子 下一代 去做這些活動 去做一些串連 因為共產黨 全部都是搞地下活動起家 他們 地下活動起家 我覺得不是零可能的 習近平當然得罪裏面太多人 從這個種種的跡象顯示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有可能的 起碼比起這個理想覆盤和美國的消息 我覺得是真實 很多 起碼我覺得 有 六至七成機會 是有可能的 至於他們會不會成功 會不會 令到更加多人的加入 尤其是軍隊 大家知道劉源本身是軍隊出身 軍隊裏面有人脈 即使退休那麼久 大家知道軍隊是論資排輩 是論誰帶你出身 而劉源一大群的人 包括十大元歲的子女 全部在軍隊裏面有名望有地位 如果他們真的加入 一起出來反襲的話 不排除軍隊裏面有人倒過 去反對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當然是十分之害怕 這件事 我們也是秉承一樣 任何對於習近平不利的事情我們都會傳 我們都希望 他在 中共裏面 加強整肅 令到 激起裏面 紅二代太子黨 這個造反 他們鬼打鬼 絕對是好事來的 我覺得 這類的消息我們一看到 我們都會 第一時間向大家 分析一下 報道一下 無論是真的 我們都會說 希望 刺激到習近平 令到他瘋狂 令到他 消滅了身邊的所有人 這件絕對是大好事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不斷把這些消息傳播出去 我們的普通話頻道 其實就是要做這件事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曝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也是最重要的事 香港的朋友 也可以訂購我們的VPN 你上網更隱蔽 更安全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這個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